打球一齊 歡迎大家收看東網巨星 我和星星有個約會 聽說今天有人要跟我打球 看看誰先 我的男生是周迴浩 我想投教打球 這個不是周迴浩 嘩 這三位粉絲真是好幸運 可以和柏豪一起打球 事不宜遲 柏豪立刻化身英俊版安西教練 教他們一些基本功 籃球不能拍球時 手在下面托著球 一定要在上面或側一點 否則會有反手的圍例 黃線一邊拍球 我拍去這條白線 其實都不錯 學完拍球 當然要學射球 柏豪現在就教大家射鎖匙圈 咦 Carrie好像吃過夜足 連柏豪都稱讚他 最厲害 而Fior摸熟了射球後 成績都突飛猛進 至於Winnie就… 要繼續努力 之後到柏豪大顯伸手 但他手風好像不太順 連失幾球 幸好之後終於入球 入圓了 再入兩球 他最後還後來居上 最快射完鎖匙圈 是威的 練習完就當然要落場實戰 馬上來一場射球的友誼賽 大家有五球機會 入球最多的就是冠軍 看看究竟是柏豪贏 還是粉絲清出於藍 第一個選手就是小時候 打過籃球的Carrie 柏豪見他第一球就入 就馬上很害怕 之後還很困惑地用手擾亂Carrie 不過Carrie沒有被他影響 最後還入了三球 成績相當不錯 第二個就是剛才練習 越打越好的Fion 想不到她又是第一球 就入 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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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五中四 很厲害 第三個就是很少打球的Winnie 可惜最後只入了一球 難怪柏豪笑得這麼開心 看到Fion中四球 柏豪有沒有壓力呢 沒有壓力 你們慢慢打 我先走了 說笑而已 三個粉絲還特意幫她打氣 你們好錯呀 好 好了 現在到柏豪比賽了 好厲害 第一球入了 去到第二球 好緊張呀 柏豪射失一球都會輸 究竟會怎樣呢 哦 不入啊 不要緊要 平手都可以的 入 第四球 入 去到最後了 哦 不入啊 柏豪是不是讓賽呀 Beyond勝出啦 那你會得到周球打過的籃球一個 哦 多謝你呀 好開心呀 好了再見啦 我們三個吃飯啦 好 不是你呀 你留下特教育打 哈哈 以為就這樣完 粉絲當然不會就這樣放過拍好了 完了就當然要慢慢聊天呀 非常開心呀 因為其實 很少機會可以 這樣可以一起去做一件 我都喜歡做的一件事 因為 其實經常都會在網上 網上每一平台 收到很多 支持我的人 或者 支持我的歌迷的一些 一些 comments 或者他們對我的祝福 我都全部有看 但是面對面就比較少機會可以做得到 以前在我想七八年前 可能還有時間可以做到一些 即是Fans Club的Gathering 都還有機會可以這樣見 但是在近這幾年都比較少機會 所以都是透過今次這樣東浪安排 我才有機會可以見到三米 跟大家去聊聊天 一起去打我喜歡的籃球 所以非常開心 比我來之前的一個幻想 當然好很多 還要是 由拍球 去到運球 去到射鎖匙圈 其實都 表現非常好 想不到Winnie 還大膽向拍號吹聲 我想問一個很私人的問題 是 你會幾成三米一點 緣分度 三個字 就好像今天那樣 緣分度 緣分度 好 自然就會到的了 好 對啦 不用擔心的 對啦 因為知道你也很喜歡吃朋友 對呀 身體健康的 我都 哈哈 最後Winnie還準備了一些東西送給柏豪 請喝果汁之魚 竟然還請拍號一招 好大膽呀 你給我兩隻 其實我袋裡都有兩隻 真的嗎 真的 所以我現在總共有四種香蕉在身 好 我會 因為我很喜歡吃香蕉的 問我同事就知道 我是一日基本上是吃三四隻香蕉 如果你想跟偶像有這麼近距離的接觸 已經完成不可能的心軟 快點E-mail來 ent.date at on.cc 寫下有些什麼心軟未達成 上些星怎樣幫手 只要故事夠會唱檔戲 又或感人肺腑 下一個幸運兒就可能是你的啦